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问哪一个人能够在这样的环境中生存下去呢 更何况这些死刑犯并不是换一个地方重新开始重新做人 而是要去那里做工 别说被流放的犯人受不了这个刑罚 就是去押送他们的官员也不太愿意去 可是却有一个例外的现象 要是被流放的犯人是一个女犯人 那就大响径庭了 牙医一反常态 挤破了头也要抢着去送 不管来回路途多么遥远 那为什么他们要抢着去送呢 一 路途中行为自由 其实啊 古代的牙医就像是今天的公务员一样 每天需要在单位上班 偶尔出去出差 流放对他们来说是较为轻松的工作 虽然路途遥远 但是他们身边是没有领导的 所以如果他们接到了流放的业务 干什么事情都自由自在的 毕竟天高皇帝远 就算犯了错 领导也不会知情 而且流放是没有限制时间的 他们可以选择早点或者晚点回去 如果是在衙门 他们每天早起晚归 不仅要值班 还要配合调查案子 如果碰上抓捕犯人的话 一不小心还容易丧命 相比之下呀 押送流放的犯人虽然累 但是可以就地休息 吃饱喝足再上路 也没人责怪 而且押送犯人去到不同的流放地点 就像是旅游一般 路途中还能找些见识 回到衙门过后啊 他们可能还会因此升职吊任 获得一个更清闲的工作 二 得到东西更多 押送流放犯人啊 上层领导会给牙役专门的拆绿补贴 还会有额外的收入 但是这些都只是皮毛 别看这些牙役在百姓面前要扬威 其实工资也不高 还要被上面的领导层层盘剥 拿到手之后 就只能解决自己的温饱问题 所以 押送犯人的活 是他们增加收入的好机会 特别是流放的女犯人 一般来说 这些女囚犯 如果家里有钱的话 就会拿上一笔数额不小的贿赂款 目的就是为了让这些牙役善待女犯人 不要让她们在路上受苦 或者不要恶意侵犯女囚 如果碰上一个女囚犯 牙役收到巨额贿赂 甚至抵得过她们半辈子的工资 足够她全家呀 衣食无忧 如果女囚的家庭条件一般 牙役们会想尽办法折磨她们 所以她们的家人也会凑齐尽量多的钱财 满足牙役的要求 让女囚尽可能的舒服一点 如果这个牙役是个单身 还有可能通过这次牙役的路途 找到自己的对象 曾经就有一个这样的故事 一个牙役在押送女囚犯的过程中 爱上了她 于是将其同行的牙役杀死 两个人私奔 归隐山林去了 古代经常发生这样的事情 牙役去押送犯人 结果一去不归 别人都以为牙役死了 但其实她们去过逍遥日子去了 三 押送女囚犯更舒服 如果是达官贵人家庭的女囚犯 她们身子娇贵 而且家庭殷实 家人心疼她们被流放 也不想她们在途中受苦 还会提供必要的交通工具 就像我们经常在电视剧中看到的那样 女囚犯坐着马车 牙役们也跟着马车前往流放的地点 这样她们押解女囚犯的日子就比按部就班的工作更舒服了 一路上不仅有马车伺候 还有好吃好喝 全部公费买单 这样的差事可比牙役里干活轻松多了 更别提一路上欣赏风景和见识到的风光 古代牙役虽然地位比普通百姓要高 但是生活也在官场的最底层 在整个封建社会的黑暗背景之下 他们自身并没有多大的利益 所以才会想尽办法谋取私利 押送流放的犯人是他们的工作之一 相比之下 女囚犯比男囚犯更容易获利 所以他们才会争着抢着去 好了朋友们 今天的木星斋我们就说到这 记得关注木星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